我们所能做的,就是买一张票,坐在电影院里去改知那藏在大营幕中的性命与力量。 王陈嘉峻一部电影,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吗? 从早几年的《三傻大门宝兰物》到去年在国内在房大约的刷交吧? 大法,印度电影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答案,在某种程度上可以。 就在前两天,又有一部号称,改变了六亿印度女性。 这影片在国内动荡了,厕所英雄,略略当于全国上任和之前引进国内的很多印度电影离岸。 这也是一部关注印度社会现状的影片,本片改编自《真实事件》2012年。 印度新娘们妮卡纳利,不肯忍受互奈如厕的折磨,最后从赵夫家逃走。 声称家里如果没有独立厕所,就不回家。 最终还是一家慈善机构人训,为他建了一个厕所。 该片在印度的本土上任养中就突破了十亿人民币。 不仅远超同名上任的神秘巨星和起跑线,还引发了印度人民关于应不应该。 每天如此,不讨论,对于这样的票房成绩。 我们一般称之为现象级,一个关于厕所的故事。 为什么会在印度造成这样的轰盆呢? 在我看来,打十打七寸,这个故事所涉及的问题, 刚好就是印度都多社会问题里的一根麻筋。 轻轻碰触,浑身发麻。 比如近日印度北方方斯塔普尔地区政府, 现货因这部电影颁布,其他平均, 官员不和自己家厕所自拍, 这部发工资, 规定颁定官员,必须在5月底前, 提交进去与自家厕所的自拍照一张, 否则就领不到工资。 由此便可料想, 这部电影在印度引起了怎样的一番轰动?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, 影片到底讲了些什么? 男主角凯莎夫, 是个印度农村的小伙子, 女主贾耶是个从小就受过高等交易的女性, 一次偶然的火车相遇, 让两人很快陷入了爱河。 凯莎夫和贾耶结婚还没两天, 就出现了问题, 家里没厕所, 而且全村连个公共厕所都没有, 男人还好, 女人要方便的话, 只能凌晨4点多一起结伴去外面解决。 正男性女, 教育问题, 买房问题, 这个都能理解。 毕竟我们也有类似的问题, 买厕所是怎么回事? 难道印度穷的没钱进厕所了? 是不是又是印度人开的脑洞? 还真不是, 这是印度社会真真确切存在的大问题, 受印度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。 多数印度人认为, 和污污之物有关的厕所, 是对神明搭不进的东西, 怎么能放在家里呢? 一天如此多好, 方便自由, 还能和大自然亲密接触, 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, 但因此到来的问题却不少, 会生问题显而易见都不愿多说。 一天不错到印度, 还是要发强奸犯罪的原因之一。 印度是全世界强奸犯罪率最高的国家, 每年针对女性的强奸案, 缩达数万件, 每十几分钟就有一名女性, 面临被强奸的温血, 因为笔触在家里建厕所, 如今的印度, 仍有六亿人路天, 方便, 而大数左右的强奸案, 就发生在女性去厕所的路上, 在厕所温雄的片头。 天文有写道, 曾经推动过清洁运动的丹币大臣, 已经150年了, 而印度的卫生状况, 仍然没有改变。 影片中, 从小就接受良好教育, 而且十分重视女前的女主贾耶, 对这一现状就无法接受。 贾耶表示, 家里没有厕所, 就离婚。 对于男主卡莎夫来说就是, 没厕所, 就没老婆, 为了保住来之不义的爱情, 男主被迫走上了寻找厕所的道路, 偷偷带老婆老奶奶家上厕所, 去家附近平靠几分钟的火车上蹭厕所, 到镇永继组偷, 一顿厕所, 结果都与失败告终, 海沙夫竟然歪能携带步行, 所幸自己在家建了一个厕所, 结果直接被父亲带人强拆了。 父亲说, 不要把事情复杂炸, 能不能考虑一下家庭? 村长说, 建厕所是重量内奥的行为, 要不得。 新闻上说, 接受厕所, 就是我们国家的倒退。 此时, 凯沙夫才决望地发现, 这不是一个厕所的问题, 这根本就是要和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路后思想斗争。 最后夫妻俩没办法, 只能假装放出离婚的消息, 把事情冒大, 才解决了厕所的问题。 一定有人好奇, 之前这么难解决的问题, 这么那个离婚就解决了, 剧情是不是太假了? 其实不是, 这又和印度人长久以来的思想观念有关。 熟悉印度片的观众肯定知道, 男女地位不平等的问题, 在印度极为普遍, 很多电影里都有加班的情节, 但奇怪的是印度的离婚率却非常低, 不足百分之一。 中国2017年离婚率接近百分之四十, 原因很简单却方便, 在印度, 一个女人如果离婚, 会被认为是件羞耻的事情。 不光男性这样认为, 女性更是如此。 很多印度女性认为, 自己女性不断妥协。 比如影片中, 当凯生夫密新诱见厕所的时候, 凯生夫的奶奶会指责假接着董事, 因为妥协是印度女性的传统美德, 贾约的母亲则批评女儿大家是搞得人尽皆知, 让丈夫圆满无存。 就像贾约不挺呵斥的那样, 你们这些女人是自己的敌人, 坏选女性自己的意识, 还是改变这些社会问题的开始。 在这个角度上, 厕所英雄似乎触碰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。 当然, 想要解决问题, 首先要有人勇敢地提出问题。 印度的电影人正是不断地在用电影拷问社会, 试图用电影改变某些人群的命运。 可能很多中国观众更熟悉阿尼尔赛, 知道他一直关注印度的社会问题, 并且为了改变印度社会的现状, 而不断地再付出努力。 其实本片的主演阿克谢库马尔, 也是一位长期以来让自己的力量为印度女性发生的巨星。 就在2017年, 他不但主演了《特索英雄》, 也出演了又一部同样意义奔凡的护电侠。 在我看来, 这些运度电影人, 不只是在拍电影, 更像是在完成一种实力。 他们也不只是在为印度女性发出声音, 更是在用电影为全世界所有面临同样困境的女性分手呼号。 而我们所能做的, 就是买一张票, 坐在电影院里去感知那藏在大荧幕中的幸运与力量。